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要聊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如何计划通过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如何计划通过培育新的收缘美国的 这个概念着重于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 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中国正在寻求升级传统产业 打破外国技术垄断并在新兴产业中开辟道路 虽然面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 和对科技公司监管的挑战 但中国仍致力于成为创新和技术的世界领导者 接下来我们看到印度和日本也不甘落后 印度最大的炼油公司 印度石油与松下能源合作 成为一家合资企业在印度生产的离子电池 以应对电动汽车和储能需求的增长 这是印度向2070年近零温式气体排放目标迈进的一大步 同时日本和欧盟宣布计划合作开发先进材料 包括芯片和电动汽车电池 目的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并共同制定先进材料的国际标准 最后我们来谈谈一种可能是城市驾驶未来的小型电动车 可能是城市城市驾驶未来的小型电动车 决贴隆问一种便宜轻巧低速的出行方式 巨行里程为45英里 最高时速为20速为20度为28英里 尽管需要一些适应 但它的设计非常适合城市通勤和购物 可以在家里货机连插座充电 甚至在法国以每月18英镑的租赁方式购买 可真是一个就像身处乐高积木中一样的有趣体验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代刷文 接着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 习近平计划如何超越美国经济学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 培育新的升管技术 中国阵振兴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这个授予在国家媒体和官方会议中备受关注 被视为将在未来几年塑造中国经济战略的关键词 这个概念指的是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 指的是在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中国领导人正在寻求升级繁统产业 打破外国对现有技术的垄断 并在未来的新兴产业中开辟道路 政府已经实施了各种政策 包括补贴、减税和廉价信贷 以支持其雄心勃勃的创新议程 然而仍然存在挑战 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 以及对领先科技公司的最近监管打击 这削弱了投资者信心 并减缓了研发支出的速度 尽管遇到了这些挫折 中国仍致力于成为创新和技术的世界领导者 中国的领导人希望追求未来 产业将间接地促进技术主权 并在面对技术禁运和全球进入和全球竞争时 提供谈判能力 中国的创新战略分为三个目标 复制现有技术、发明新技术和升级现有产业 虽然实现这些目标将付出巨大代价 但它被视为中国长期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然而地方政府预算紧张和投资者信心不足的挑战 可能会阻碍赚发展新的生产力方面的进展 印度石油和松下能源将组建合资企业生产 锂离子电池 对今亚洲 印度最大的料公司印度石油与松下能源合作 共同成立一家合资企业 在印度生产锂离子电池 此举是为了应对预计增长的锂离子电池需求 这种电池用于电动汽车和储能 应动汽车和储能 印度计划在2070年前成为近邻温室气体排放国 并预计到2030年每年电动汽车销量将超过1000万辆 就像深处热高积木中一样 我驾驶雪铁龙非常小型电动车的一天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电讯报的一篇评论 雪铁龙明是一款超紧凑城市车 它是一款便宜轻巧低速的电动汽车 可能是城市驾驶的未来 而民的续航里程为45英里 最高时速为28英里 尽管它被描述为四轮摩托车 将其描述为超紧凑城市车更有吸引力 这款车适合在城市通勤和购物 评论者称赞它的续航里程和最高时速非常理想 它承认这款售价为500英镑的车需要一些适应 但称它敏捷且可以侧向停放在任何停车位 它表示自己可以购物甚至去购物中心 完全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只需要在家里给它充电 安眠还可以在激烈插座充电 法国可以以每月18英镑的租赁方式购买 日本和欧盟将共同开发 用于芯片和电动汽车的尖端材料 日经亚洲 日本和欧盟宣布计划合作开发先进材料 包括芯片和电动汽车电池 此举旨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在该领域是主导者 并利用彼此的专长 欧盟将寻求从日本在金属 纳米颗粒方面的工作中受益 以提高太阳能电池版的效率 而日本则对欧盟在纳粒子电池方面的进展感兴趣 这被视为电动汽车的传统 电池的潜在低成本替代铁的潜在低成本替代品 欧盟已要求合作 并希望双方能共同制定先进材料的国际标准 项链博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你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访订阅各种简报 帮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